謝謝主席 請部長 來 請部長 是 委員好 部長好 2021年我回到民間社會了以後 接到一個檢舉 就開始追蹤 這個牽涉到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 有個129億的標案 其中有個機裝工程 那個機裝要灌水泥 上面的結構物才會穩 那裡面這個機裝工程 造假 那當然接到這個檢舉以後 我必須要實事求是的去看 一看發現還蠻誇張的 同樣的單據 有不同的出貨內容 然後實際上面的單據 跟假的單據 虛冠的水泥量 大概多了一倍以上 那把這些單據呢 全部都收集完了以後 我大概法律上面的確信 這一定有造假的問題 所以我非常的關心 我在2021年9月的時候 我就具狀向台北立檢署提出告發了 那告發完了以後呢 那個時候台電公司 針對這件事情 因為我已經公開揭露這件事情了以後 他們有做一些說明 他們說這個水泥量初步研探上屬合力 沒有發現明顯變造的痕跡 也沒有辦法認為這個公司有偽造的狀況 好 那我們實際看最後的結果 今年4月就這個月 紅展公司偽造水泥出廠單 獲利2000多萬 已經正式被起訴了 我看那個起訴書的內容 跟我們當初檢舉的內容 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它的規模 它造假的狀況 讓人觸目驚心 我具體的跟部長報告 從2019到2020 偽造了1246張水泥的出廠單 應該使用2萬 將近3萬噸的水泥 結果只使用了1萬7千多噸 大概只實際的使用的水泥 比他說他要用的水泥只有6成 偽造施工紀錄表 甚至在專心取樣的時候 專心取樣的時候是廠商 先拿假的樣體 然後偷偷的搬到現場去 搬到現場去的時候 我也不曉得 專心取樣的時候 現場應該要有人監督啊 但沒有人監督 他就拿假的東西出來 假的東西出來 現在取出了120支的機裝 其中有97支是造假的 我看完了這個狀況以後 觸目驚心啊 我只擔心一件事情 第一個 當初台電的調查是怎麼做的 第二個 中火這個工程真的安全嗎 這件事情部長你應該有掌握吧 上一屆國會的時候已經有委員提過這樣的問題 甚至在總質詢的時候 蘇貞昌院長都承諾要正式啊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委員今天臨時提這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的印象沒錯的話 台電這個部分也有請專家來看 第一個造假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安全是一個問題 委員講的 那在安全的部分 我記得的理解是安全的部分 那個專家判定好像是沒有問題 那造假的這個部分我坦白講我不太記得這個後面台電這個後續是怎麼做的 因為啊 這個案子拖了蠻久的啦 從我2021年劇狀告發到現在2024年4月這個月起訴 所以我是利用這一次的直學 讓部長提醒部長這件事情 兩個層次 造假這個已經是確定了嘛 所以台電該檢討的是當初的行政調查到底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今天秀出當初台電的行政調查報告給部長看嘛 台電全部在聞過是非啊 那第二個層次 你剛剛說安全性的問題 現在我 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 如果當初的行政調查報告 都已經slappy到這種程度了 都已經slappy到這種程度了 我們要不要重新的檢視 要不要重新的檢視 當初台電告訴社會大眾說安全沒有問題 這件事值得信任嗎 那個是 我記得台電是有請專業的去做判斷 去做判斷說安全有沒有問題的部分 沒有關係啦 部長 您所謂台電請專業的來做判斷這件事情 那個專業的報告 是不是可以提供給各位委員 因為這個大家都很關心這個事嘛 主席站起來了 我只問最後一個事情 為什麼 這個違法前科 累累這麼嚴重的廠商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 刊登政府公報停權 台電有沒有報 還是行政程序沒有做完 部長可以回去了解嗎 這個我再了解一下 這種爛廠商喔 絕對把他第一次出去 絕對不要再讓他做政府工程了 可以嗎 我再了解 好 謝謝 後續再請經濟部去進行了解 好 謝謝